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口述 唐德纲撰写 第58章 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1.民国32年 1943年9月 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 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 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 无两个战区 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化成第十战区 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 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 无实际的职权 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汉中行营设立之后 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 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一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 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 目的是把我名声暗将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 前一言之蒋先生生性多疑而记财 他见我在第五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 深受部署的拥戴 致恐形成伟大不调之局 但是抗战六年 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 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 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未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 把我名声暗将 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蒋先生此举用心所在 我当然动若观火 然一身合我意 因为六年来戎马空总 暗独央长 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 加以功高震主 无端召计 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未遇 因此 中央明令发表之后 我反觉浑身轻松 即赶忙准备交线 并派参谋长王洪韶 前往汉中筹备行营成立事宜 我本人则四季人到职后 再行离去 不久 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志帅隋缘数人 自重庆城一小飞机到老河口来接事 刘志原是我多年老有 回忆 我于民国十五年下 赴广州侧洞北伐时 刘氏正任第二次师长 曾以四校同学关系设宴为我洗尘 洗肩 刘氏 起立至欢迎词 并请我演讲 这是当时广东的风气 无论大小宴会 兵主双方都要起立演讲 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 所以印象很深 北伐期间 刘志第二世上有战功 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不错 但是在抗战期间 刘氏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 每每每不战而溃 颇受十论指摘 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 刘氏之才最大不过一位师长 过此 极非其所能胜任 第二 便是因为官做大了 习于享受 再不愿冒史实之威了 雨云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当时在中央做大官的人 生活都趋于腐化 精神难以振作 统兵制政的效率 自然就差了 从第一战区卸之后 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 官尊事少 一发丹于艳乐 他在重庆并耐以兴欢 藏之金屋 但是他的夫人 却是一姓汉善度的女子 而刘氏 又偏偏是个文师吼 而变色的将军 以至闺房之内 斗争无以时 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 请求主持正义 此事在陪都静人皆知 传为去谈 此次刘君被认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清临前线 正可远避慈危 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转时 见司令长官部 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 便有坠坠不安之感 他首先便问我 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 我说 我的长官部 虽在城市之内 究竟位置偏僻 屋子很小 而且 四周都是菜谱 狄姬纵使找到目标 也不亦命中 所以 狄姬来得多了 我就到菜谱里面走走 以防房屋 被震倒 狄姬如来得不多 我就不管他 量他也扎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志 文言大惊 说 那怎么靠得住 我听到空袭警报 脚都软了 他又问我 你看长官部 有没有别处可迁 我说 离此地 五里路 有一小镇 阳灵铺 是武战区 前干训班所在地 可以做长官部 不过交通系统 重新建立起来 就麻烦了 刘立克说 你能否派人 马上带我去看看 我便亲自 陪他到阳灵铺 该地 原有一小学 地方上宽敞 空袭时的目标 也不大 刘氏虽觉此地 比市区好些 然仍嫌目标太大 且此地 亦在湘河东岸 面对敌人 显然是背水为阵 有欠安全 我说 那你就自己斟酌吧 再不然 你可前往湘河西岸 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垫 便在安全没有了 我离开老河口之后 刘志立刻便把长官 一道阳灵铺 不久 果然又一道草垫去了 刘志身为大将 而胆小如鼠 真令人惊异 其人也 生得肥肥胖胖 其为人也 老老实实 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 在老河口时 我将武战区的情形 对刘志详细解释 交代清楚后 便率员长官部全班人马 首途赴汉中 不久 刘志的特务营及其长官部官左副翼也已到齐 我所留下的少数炊士兵 传达兵和卫兵也就离开老河口 来汉中归队了 据这些最后离开的卫兵 杂役人等说 这位新长官胆子实在小得不得了 有的竟笑着说 刘司令长官夜里起来劫小便 还要两三个卫兵陪着呢 据说自我离开之后 武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派头 便不一样了 我的生活 一向是极其简单朴素的 随从人员亦极度平民化 官兵与驻地商人 农民相处极为融洽 外来人每不知我的住处 便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刘志则不同 他本人极讲究场面 侍从人员选赫 衙门气息极重 长官部四周的农民 莫不大遭齐殃 花 果 菜书是为官兵 强取而去 力不给职 农人有来诉苦的 长官部里的人却说 我们一向是这样的 军人为国抗战 难道吃点水果 菜书 还要花钱买 哼 由这些方面观察 我才知道 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驰 实在是相言成袭 所来有字 非一朝一夕所致 这种部队 如何能打仗呢 据说 当刘志接掌五战区时 敌方广播便奚落他说 欢迎常败将军 来老河口驻扎 果然 我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 敌人便发动攻势 一举攻占老河口 宇湘 凡 刘志指挥吴方 无力反攻 该战略据典 虽为敌人所占领 迟至抗战胜利 才重归我有 二 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 秦岭在其北 松山山脉在其东 汉水横贯其中 地形险要 物产丰盛 我国自秦汉一将 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 所以 其地古迹特多 自老河口 沿汉水溪上入闪 沿途民俗淳朴 多存古风 凡我途经的市镇 声明都排斑 盈余到左 有的甚至摆起香案 游穿长跑马挂的年糕绅士 双手高举一茬钟 前来双膝跪下献茬 我也只有停车下来答献 并双手接过茬钟 一饮而尽 然后再登车前进 这是专制时代身上欢迎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帝的礼节 不图尚见之于今日 风气的闭塞 由此可见 在汉中时 我名义上虽然负责指挥三个战区 但事实上 则日常待绝的事物 棘手 与老河口的忙碌生活 恰成一对比 日常无事 简直有碧肉复生之感 可是正因如此 我才有功夫 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 做一番冷静的思考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上旬 委员长因为主持第九军分校毕业典礼 亲自飞来汉中 我遂乘此时机 和蒋先生详谈今后战局发展的问题 以及我们应有的应付方案 可惜蒋先生竟以余言为和汉 为加采纳 此建议当于第七篇中在详续 我到汉中就行英主任后不久 又因开会而至重庆 此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 我国报纸讨论 意志为热烈 当时自称为中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杨洁士 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一论文 略位在现代化的战争中 敌前登陆实不可能 杨氏认为 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 最大的可能 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底 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 朋友们及时此理来问我 我读了杨氏之文 便大不以为然 出不了号称战略家的杨洁 敬意肤浅致辞 我说 在现代化战争中 敌前登陆固难 而防止敌人登陆 亦同样不易 其就纯军事立场来看 论大军团的指挥 运输和补给 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 实施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 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 即就政治立场来说 苏联一段不许英美联军在苏敬作战 第一次大战后 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 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 住在其国境之内 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 所谓战略家的杨洁 居然能想得出 一亏他会动此脑筋 我虽然料定盟国毕自西欧登陆 但是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好 我在重庆时 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 魏亚特将军详问此事 我说 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 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 同盟国当局便影响到战后的复杂问题 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 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 在战前已成水火 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 一旦大敌消灭 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 为减少战后的困难 勿须稍微忍耐战争的痛苦 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 然而 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 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 等到两雄声嘶力竭 然后选择地点登陆 德国自将俯首成情 而苏联元气亦用尽 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至此 两军忽然向我质疑说 照你说的这样做 万一苏联为德国所败 或者斯大林等候开辟第二战场不耐烦了 转而与希特勒单独讲和 则大局不是不堪设想吗 我说 这两点倒是不必顾虑 你们未免忽视了苏联潜在的强大力量 他具备了地广 民众 物产丰富的优厚条件 要想彻底击溃苏联 谈何容易 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 中国无疑是不叫日本落后 尚且抵抗六年之久 使日军陷于泥闹之中 日本何尝不屡屡试探弹劾 中国皆不屑一顾 何况苏联 无奈我言之尊尊 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 尤其是威亚特将军 和我辩论有多 他认为头痛阴一头 脚痛阴一脚 此时不能想得太远 英国目前急需解除痛苦 不管战后局势如何 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 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 唐第二战场实施不开辟 恐怕苏联会范儿与德国妥协 那便糟了 我说国际政治原相下棋和赌博一般 看谁气魄大 手段高 据我判断 得 苏联无中途妥协之理 历史上亦从无此势力 西方当局尽可放心 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 不稍退让 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熟知第二次大战后 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 为着东欧诸国问题 为着柏林问题 闹得剑拔弩张 我在北平任行主任时 魏亚特到中南海居然堂来拜会我 一日 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 我说 魏亚特将军 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 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 但是这位约翰牛 却仍旧执拗地说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不可相提并问 大家一笑儿吧 三 民国33年 1944年 6月 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德军节节败退 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 同年7月 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 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基内阁倒台 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 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9月 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 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 赫世使华 除富有外交上的使命外 还富有调节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 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 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乐化 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 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 企图促成国共合作 组织联合政府 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 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诗音公在重庆 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 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 说话必然比较公道 我乃反问他 站在外交官的立场 他做何看法 赫尔利说 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 问过斯大林元帅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斯大林说 中国哪里有共产党 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 我说 这些话 你认为如何 赫尔利说 他认为斯大林 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 不会骗人的 我说 斯大林对你所说的 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 不应过分相信 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 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 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 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 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 斯大林是政治家 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 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 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之不久 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 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 因与委员长不合 奉赵反国 由卫士继任 前一言之 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 珍珠港事变后 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 不过 史诗是一阳分人 可谓赫赫的战将 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 这种人 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 因为蒋先生 适事 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大权独揽 势必攻卿 做他的参谋长 必须要适事请事而后行 断不可自作主张 史军是美国人 当了参谋长 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 和蒋先生 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 史之间的别扭 据说 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 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 补充他的嫡系部队 史诗认为 美式装备的分配 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 包括共产党的第八陆军在内 这引起蒋先生的愤怒 认为 实施干涉中国内政 必去之而后快 为得卖底重庆时 我们一曾详谈 今后世界局势 无奈当时美国将领 都有个相同的看法 即基于要求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以免战争 旷日持久 至于战后的问题 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 但是在我看来 战后的困难将胜于战事百倍 如不畏与筹谋 届时必将捉襟见肘 论力量 论声望 美国时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 美国当局一者之差 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 思维即此 我认为 有尽我所见 向友邦当局 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 在赫尔利和魏德迈利华之后 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 我曾两度修制备忘录给赫 魏两军 希望他们能转至罗斯福总统 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 是在赫 魏两是抵华后不久 便送出的 修缮之前 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 蒋先生说 可以 可以 你就送去吧 在这文件内 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 德国一旦投降 日本不久 必然也跟着投降 但是 当时在于的美国人都认为 日本民族性强悍 笃性武士道精神 非战至最后 绝不轻言投降 美国军队 若要攻占日本三岛 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 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 日本民族性 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 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 便不再跑下去 不像西方运动员 明知失败了 还要跑到终点 如今 欧战已急转直下 同盟国应该计划 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 我更强调说 从历史上看 战胜并不难 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 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 在我国东北 同盟国当局 事先便影响到将来的东北问题 所以 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 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 不论无人要求与否 他必然要来奋一杯羹 故而 中美两国应急早计划 与苏联向东北 这共同目标做进军竞赛 千万不可 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 果然欧战急转直下 盟军正逐渐 向柏林缩小包围圈 德国投降 已是只顾监视 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 我便向赫 为两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 重新提醒华府当局 千万不可与苏联 在东北划分战区 我们应与苏联 向同一目标竞赛 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 我提议 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 在菲律宾设议中美合作训练机构 将我方准备接收 东北的军政人员 在菲律宾开班训练 与美国陆 海军密切配合 一旦日本支持不住 而放下武器时 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 和政治接收人员 即可由美国海 空军迅速运往东北 我们至少 需掌握南满地区 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 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 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 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 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 我深愿美国统帅部 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 均由我口述大意 由秘书你就中文搞 再由行营顾问石超雍 和军委会少将参议 于赵齐协同议成英文 分送赫尔利大使 和魏德迈参谋长 熟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 便石沉大海 毫无反响 约莫一年之后 得 日相继投降 苏联部队不费一旦占领东北 一切均如我所逆料 而美国当局的措施 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铸成大错 不胜扼腕之志 我自私前两项被忘录 所言是何等详尽 而盟国当局 竟丝毫不加考虑 令人不无傲丧 事后 我私自一策 虽赫尔利大使 曾当面恭维我 不只是个军事家 而且是个政治家 但华府当局 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 妄言世界大事 根本不知一顾 战后 我国内战危机日深 魏德迈奉调回国 顺道到北平来看我 当他辞别时 我亲自从居然堂 送他出大门 边走边谈 卫士忽然提到 我的两项备忘录 说 李将军 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 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 皆不幸言重了 他这么一说 我才知道 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 但是他们 为什么明知故犯 硬把东北 造成那种 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感谢观看